谭松月1990年5月31日出生于四川省卢州市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 她从15岁时就开始接触拍戏 2012年她在古装剧《甄嬛传》中饰演纯贵人一脚而受到关注 她的微笑很有感染力 还有她那张娃娃脸让人羡慕不已 娃娃脸不但可爱 而且无论何人 她合作什么样的男演员都有CP感 来看看谭松月合作的十位男演员中 谁与她最有CP感的 一、相风而行王凯谭松月也很搭 这是一部以航空为题材的都市剧 讲述以严苛自律著称的陆航客运飞行部副部长顾南婷 因为公司改制意外与性格萨爽不羁的承销 成为上下属和师徒关系 向来追求稳定秩序的顾南婷 时常被不按常理出牌的承销打乱计划 前期两人有不少小摩擦 但后期越来越默契 其实相风而行剧本有不少瑕疵 但王凯、谭松月仍靠着眼睛魅力撑住 而且两人CP感是真的强 谭松月几乎搭每个男神都有火花 而王凯自带一种境遇的魅力 在这部剧里各种制服杀都无敌帅气 剧本在描写这对师徒的极限推拉也写得很精彩 顾南婷明明喜欢承销 却故意疏远一次又一次伤承销的心 大家都在期待顾南婷的追击火葬场 尤其后面情敌又上线了 眼看住承销就要被抢走 大家就爱看这种三个人的修罗场 二、罗云熙 她和谭松月主演了 最美的时候遇见你讲述了高中的杨芳芳 是一个平凡的丑小鸭 一封来自她初中梦中情人郭阳的情书 打破了她所有的平静 她开始做各种尝试 努力让自己变成火凤凰 为的是要在最美的时候遇见她 她为爱情努力蜕变 奔走 一次精心策划的美丽邂逅 让她和她坠入爱河 年轻的激情在盛夏尽情释放 但紧随而来的是暴风骤雨般的痛苦 三、钟翰良 她和谭松月主演了电视剧《锦心似玉》 非常好看的大叔和小萝莉之间的爱恋 讲述明朝年间 庶女罗十一娘虽地位卑微却极有主见 认为女子眼光不应局限于内宅格局 她希望能凭靠精湛的刺绣技艺 争取所向往的自由人生 意外嫁给永平侯大将军徐令以后 她用乐观积极的心态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依靠努力收获徐家上下的信任重新执掌中愧 徐令以被十一娘的种种美好品性而吸引 继而为之动心 两人几经周折情愫暗生 先婚后爱相知相许 在丈夫的支持下 十一娘开绣房仙灵阁 努力传承刺绣技艺 而永平侯徐令以为维护家国安宁 改善民生 力挺开放海禁 经历重重困难 在徐家面临抄家灭族的滔天巨货之时 夫妻齐心合力化解危局 成功护徐士一族周全 最终促成开放海禁 至此海上贸易繁荣昌盛 沿海百姓安居乐业 夫妻二人情投意合 相信彼此 坚持所爱 一起面对人生风雨 书写了属于他们的传奇人生 四 刘浩然 她和谭颂韵主演了电视剧 《最好的我们讲述因非典》的缘故 当年中考难度降低 这让成绩并不突出的女孩耿耿尝到了甜头 从而意外考入了重点学校振华高中 肩负着父母的期望 她昂首阔步走入高中 但是这里毕竟是一个平实力说话的名牌学府 四周围学霸云集 大神辈出 远离了父母家上遭受旁人异样的目光 让她如坐针毡 因为某个意外 她和同班的学霸于怀相识 于怀虽然学业优秀 但同时还是一个喜欢恶作剧的大男孩 她多次帮助耿耿 让女孩感到了久违的暖意 在此期间 耿耿还与简单 蒋连连等成为好朋友 青涩美好的学生时代 留下多少难忘的记忆 五 宋威龙 她和谭颂韵主演了电视剧《以家人之名》 该剧讲述了三个 被原生家庭不同程度伤害过的孩子 由两个爸爸抚养组成了无血缘新家庭的故事 兄妹三人在成长中彼此扶持共同成长 逐渐治愈了内心的伤痛 与过去的自己和解 成为了更好的人 六 熊子齐 她和谭颂韵主演了电视剧《浪花一朵朵》 讲述大学生游泳联赛即将开始 男体大选手齐瑞峰和北体大选手欧阳恒 进行巅峰对决 而此刻 男体大队员唐一白 历经四年折服之后 也将在本届联赛重回赛场 好友齐瑞峰和队友 教练对她寄予厚望 而唐一白也全力拼搏 要重新追寻自己的梦想 就在大赛之前 唐一白遇到了实习记者云朵 云朵了解到唐一白的过往和梦想 毫无保留地鼓励唐一白并为她仗义直言 两人随着频繁的接触 暗生情愫 然而高强度的训练和备战 却要求唐一白在爱情和梦想之间做一个选择 唐一白最终选择和云朵 一起面对所有的困难和阻碍 最终 在云朵的鼓励下 在队友和教练的帮助下 唐一白终于取得了梦想的成绩 走向更高水平的比赛 七 江潮 他和谭颂韵主演了电视剧《狐狸的夏天》 讲述了顾承泽是顾家的养子 和顾锦云为兄弟 顾太太一直想将公司托付给亲生儿子顾锦云 然而顾锦云胸无大志 整日游手好闲 并非可靠之人 倒是顾承泽在公司里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待人处事都十分妥当 顾太太希望顾承泽能将锦云改造成为可用之才 顾承泽得知黎燕淑是顾锦云的前女友 于是将黎燕淑招募到了公司 希望唤起顾锦云的斗志 顾锦云对黎燕淑旧情复燃 但顾承泽发现 自己竟然亦被这个善良可爱的女孩所吸引 巴仁嘉伦 他和谭松韵主演了电视剧《锦衣之下》 讲述天赋异禀的六扇门女 捕快袁金夏因为一桩案件和性情很辣的锦衣 为路易结下梁子 金夏本以为此生与他再无交集 奈何冤家路窄 朝廷十万两修何款不一而非 金夏奉命协助路易一起下扬州查案 替朝廷找回丢失的官吟 本事到不同不相为谋 却因今天迷暗联手 两人从事同水火到刮目相看 再到情难自已 命运的齿轮从此旋转在一起 九 林更新谭松韵主演的职场爱情剧《请教我总监》 虽然热度比不过古装剧且是天下 但聚集口碑相当不错 豆瓣评分已经涨到6.9分了 原本大家都不看好 谭松韵和林更新的组合 因为林更新的观众缘实在太差了 各种花边新闻满天飞 之前还为了作品在微博上和网友开枪 低情商的行为影响观感 且他这几年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 在楚桥传也是靠住赵丽颖的百搭体质 十 吴磊 大家还记得谭松韵和吴磊合作的旋风少女吗 这部剧的男女主角是杨阳和胡冰青 可是许多人追旋风少女 都是为了谭松韵和吴磊这对配角CP 两人的CP火花比主角更强 当年的吴磊还是个小孩子 他现实生活小了谭松韵9岁 许多记者就喜欢拿年龄的问题去烦谭松韵 好像谭松韵诱拐未成年一样 吴磊有次就非常霸气地维护谭松韵 他说没错 我15岁他6岁 我们确实差9岁 吴磊这样说 不但解除了谭松韵的尴尬 并且还让主持人下不了台 高情商超帅气 而且剧迷克CP课得很开心 谭松韵和吴磊在剧里毫无违和感 还非常暖甜呢 游泳们觉得谭松韵和谁的CP感最强